哪个打野3杀4杀5杀最好拿呢 那肯定是诸葛亮了 当然许多小伴觉得诸葛亮打野很难玩 那么本期我们讲几个诸葛打野的要点 认真耐心看完 然后带那小伴去冲一波大分吧 点赞收藏直接开始 首先第一点很重要 玩诸葛亮打野开就要先跪拜一下野区 拜一拜保佑自己的野区不会崩 反正现在我都建议是红开的 因为蓝开被反的概率实在太大了 然后就是打蓝的时候呢 可以稍微拉一下这个蓝buff 让你异技能伤害刚好可以给到西翼 然后等到我们四级后 我们就可以先抓一波对抗弩 因为对抗弩前期还比较好抓的 这里直接一技能接大招带走对面花木兰 这个时候呢 我们看到对面小鸟还没有打 我们可以帮忙收一下 因为经济对于诸葛亮真的非常重要 这里呢有个细节 我们借助小鸟叠满了被动 然后离开对不对 因为身上挂着被动 这样去帮队友干可是成功率会大一些 对面活物呢 应该是在草丛里面的 我们借助身上的被动和大招 直接收下不值活物 非常简单对吧 然后呢 我们就要继续正常的刷野 玩诸葛亮打野 前期就不断提高自身的经济 并且呢 一定要多看小地图 这里呢 我们看能不能配合张良抓一波活物 当然对面韩信自己来送了 张良大招摁住韩信 我们直接一套精打过去 送韩信回家 那此时身上已经挂满了被动 对吧 下路对面压线压比较深 我们可以过去抓他们一波 这里二技能减速给到大乔 然后呢 再配合一三技能直接收走 简洁之呢 对面活物也过来了 诸葛亮打野最大的魅力 就是他滚雪球的能力 像对面这种葫芦啊 舅爷爷行为 那这波过后 我们直接原地起飞 直接大招锁定加罗 玩诸葛亮打野呢 气势一定要打出来 明白吧 然后这里给大家讲个误区 非常关键 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这波不是借助大招 带走对面活物和大乔吗 对不对 然后呢 大招此时还在冷缩中 我们利用二技能跟加罗拉开距离 此时我们再去接大招 大招本来想打加罗 但是打到了木兰身上 这就非常尴尬 虽然最后呢 我们还是利用自身的被动 把对面加罗给磨没了 但这波呢 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亏的 因此玩诸葛亮时 我们要打开设置 操作这里选择目标 设置为轮盘选择 这样我们释放大招时候呢 尽量去拖动大招进行选择 看到这根红线秒 去选择目标释放 这样你的大招就不会给错目标了 那最后一点呢 也是非常重要的 玩诸葛亮一定不可以轻敌 不管你的战绩多秀 一定不能拖大 抓住机会呢 直接就要送对面团灭的 明白吧 不要给对面任何翻盘的机会 因为前中期 诸葛亮伤害非常高的 基本上一技能接大招 就可以送对面脆皮回家的 那你的队友看你那么猛 对不对 他就不去发育了 然后他就跟你到处瞎混 最后呢 很容易被对面翻盘的 明白吧 所以呢 我们就要借助自己高额的伤害 还有滚雪球能力 压制住对面发育 然后让你的队友赶快去推他 不要给你起混 这点呢 非常重要 所以中后期呢 我们就做两件事 然后呢 把他们压在高地底下 不敢出来 谁出来你就秒谁 然后呢 让你的队友去带线 去吃经济 再去吃你野区的资源 快速的发育和推荐 这样你们就很难输的 我见过许多诸葛亮打野 前期玩的特别好 最后还是输了 其实就是带着队友嗨过头了 明白吧 一定要提醒队友带线推他 好了 本期就到这里吧 点赞收藏 我们下期再见